檢調人員來到這間化工公司搜查 倉庫裡對方一包又一包的工業用檢 全都是拿來製作海帶的原料 這邊有一個 除了工業用檢 現場還有冰醋酸漂白水的原料 但是彰化地檢署已經追查一個多月 發現這一間化工公司的業者 將低價的工業用檢 賣給傳統市場的攤商以及自主餐店 而攤商再用工業用檢 來泡製魷魚以及海帶賣給消費者 但是為什麼要用工業用檢 取代食品級的碳酸鈉呢 原因就是海帶浸泡過工業用檢 色澤會變得光鮮 邁向更好 警方帶回公司進出貨賬冊 以及相關人員 除了公司負責人 另外還有海鮮攤商等下游 總共7個人 一系負責人以8萬元交保 但是工業用檢不是食品級的 如果吃下肚 可能會有重金屬殘留的疑慮 只是因為便宜 所以它是簡單 但是它有大量的毒 甚至有毒性的雜質 它根本就不能作為食品來使用 就是造成我們腎臟的毒性 神經的毒性 甚至肝臟的毒性 警方要擴大追查 還有多少下游 都跟這間化工公司購買工業用檢 市面上已經有多少的化工海帶 已經被消費者取下渡 記者 您今晚傳聞會彰化 採訪報導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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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